來問一下我們這個Sandy啊 剛剛呢相信我們已經有這個 嘗過這個非常好吃的 瑞翠鮮乳吐司PREMIUM 那能有沒有這個口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口感就的確是非常的PREMIUM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在外面 有看到很多的各式各樣標榜 鮮奶吐司鮮乳吐司 但是他們在製程當中呢 其實還有添加其他的水啊 或者其他的成分 所以吃起來總是有一種不夠滿足的感受 但是吃到我們瑞翠的鮮乳吐司 會有一種好幸福好像吃到雲朵的感覺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呢 就把一整包都吃光光 對這對於平常必須要節制的我來說 是非常恐怖 但是又忍不住的一種甜蜜的負擔 但是非常非常的推薦給大家 真的 那個平常Sandy在家 有自己烘焙的你自己的經驗嗎 我之前有特別去餐飲學要學烘焙 然後不管是歐包啊或者是吐司 我都有學一點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除了需要非常專業的器具之外呢 然後整個製程非常非常複雜 因為當然你要做出好吃的鮮乳吐司 製程要不加一滴水 做出來又有奶香味十足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非常的柔軟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在家裡面已經完全放棄這件事情 那剛剛有講嗎 12月29號就可以在台北的便利商店就可以買到的話 那就非常的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以後我就直接走到門口就可以買 買了就回家 就立刻就有好吃的鮮乳吐司了 哇 真的真的 真的沒錯 那我們現在台面上看到這兩團是什麼呢 嗯 這個 基本上 這個是中種 那也是我們的一個秘密武器 哦 秘密武器 中種麵團 是嗎 對 那在我左手邊這個是使用水 嗯 來製作的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平常我們比較會看到的那種麵團 用水跟麵粉做出來的 還有酵母發酵出來的一般的麵團 是 那這一邊呢 這邊的話是 嗯 嗯 它是食藥環球 它是板子 哦 OK 其實非常困難欸 但是這樣看起來兩個好像都差不多啊 我們要怎麼分辨呢 呃 首先的話是 啊 你可以摸摸這個麵團 哦 那你稍等喔 在摸之前我們先穿件圍裙好了 好 嚇我一跳 對 對 我想說換弄髒你 好 那個衣服 對對對 我們會騎 好 那我們剛剛師傅有提到 這兩個麵團 不管大小色澤跟這個樣貌都不太一樣 哦 對 因為 你看這個麵團的一個顏色其實不一樣 這個比較偏白 比較偏白 那這個稍微有一點 暗黃色 對 那因為本身 你有加鮮奶的這個麵團的話 它裡面是乳脂肪 哦 乳脂肪 對 相對的它的一個顏色 是 深一些 然後摸起來它的緊實度也不一樣 哦 摸起來緊實度會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請Sanny 實際來摸摸看 你說 它這麵團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接上的關係 它其實在端上台之前好像做了很多處理 是嗎 對 那 呃 通常的話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製作麵包 它 它是 有幾千年的一個麵團 哦 對 那 基本上你要做一個鬆軟的麵包 它就是不斷子 要讓它就是 拉下來 排氣 哦 就是一個不斷的一個同步 它才會做這個 好吃的吐司 哦 我們Sanny 好了 好 我們Sanny來幫我們試摸看看 直接摸下去嗎 好 所以一般的吐司 的麵團是這種感覺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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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解 哦 好Q彈哦 真的差很多耶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這是完全純鮮乳的 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哦 聽說聞起來也不太一樣 是不是 嗯 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在 這個中種麵團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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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酵收成 是 它收成的狀態 大概是呈現的 這樣子 哦 哦 裡面有非常多的這個 王狀的結構 拉開 王狀的結構 這樣子 嗯 但是這個就不一樣 哇這個好漂亮哦 哇 那因為它本身它是沒有加 嫩嫩的 所以它就是有鮮奶來提搭 哦 所以說可能它的一個 呃 零食度的比較厚 哦 好 那我們等一下聞聞看好了 好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麵包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它的香味 哦 哦 呃 牛家這個牛奶的 這個中頭麵團 經過熱場之前的一個發酵之後 那它會跟 酵母跟牛奶結合 會產生一個 怎麼差這麼多 哦 天啊 就是 呃應該算是我真的太孤肉寡聞了 就是 呃 一般我們在市面上會吃到的這種麵團呢 它就是 很 一般的發酵的味道 就是 哦 這裡有一盤發酵過的麵團 就這種感覺 但這個呢 它聞起來會有一種 乳香 一種奶香 然後有一種 甚至有一種甜的味道 會在裡面 對 所以聞起來味道差非常非常的多耶 嗯 因為鮮奶裡面 它也有熱身的乳香 嗯 它就發酵之後才會沾發出甜甜的味道 哦 難怪它聞起來就真的很美 對 整體呢 這個風味就差很多了 是 好 那我們呢 直接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哦 因為時間 我們就慢慢這個揉捏的過程 我們直接跳到下一個來做這個 那個 壓炎 哦 哦 我們改整的部分 我們三弟一起來 體驗看看 好 那首先我先來說 我們當然整列掉很多的過程 所以最後我們要整形 對 因為真正的製程太複雜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在那麼短的時間 學會這件事情 所以就請師傅幫我們整略很多東西 下一件事情是 對 也因為我們不斷的這樣子的一個大 那馬下 然後彈氣 然後才可以做一個很鬆軟的一個 OK 是 那 好 接下來我就是示範的 好 那 馬人身體可以跟我想成面 反射一下 真的很Q耶 它有點像新色 很有彈性 他們說會像嬰兒的屁股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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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直接開始吃吧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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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把這個面斷 好 去把它整個擦 Sandy你可以拿 拿一顆在手上嗎 好 好 好 我們看 這顆就是呢 再去幾次的加鹽 然後分三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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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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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力了 我盡力了 好 想了一整天 藝人跟麵包唯一的關聯 就是這個 還有很好吃 很好吃 對 麻煩了 好 那我們直接進入呢 這個烤箱之後出來就會是 耶 成品來了 最期待的試吃的部分啊 耶 這個真的是 其實我今天等於是試吃給大家看 因為我真的自己在家裡面準備了四大袋 然後第一天就把一整袋吃光光了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厚實 他們在這個面上面賣的時候呢 它是切成四大厚塊 所以非常非常的過癮 大家在吃這個的時候呢 真的會有很奢華的感受 那今天用的比較特別 我們一個是單純的白吐司 然後上面放了水果還有一些些奶油 那這個呢就是用烤過的方式 稍微烤過 對 所以其實這兩種呢 我們是有餐具嗎 呵呵呵 還是我們只是就是 演給大家看 展示展示 展示給大家看 好好好 所以沒有要試吃 喔 我都可以 展示完都可以 對 喔 防疫期間 那我們就 嗯 好好吃喔 很想吃對不對 很想吃 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其實今天已經拍了一整天的廣告 然後真的吃了一大堆吐司 然後他們就說 沒關係先生你就吃一小小口就好了 這只是拍廣告 我說沒有啊 可是真的很好吃 哈哈 然後我就一直吃一直吃 吃著吃著呢 因為我吃的所有東西都得拍照 跟我的營養師說 喔 然後營養師在早上十點的時候 就已經說 欸 你今天澱粉量一定 對 已經超不要 已經吃過了 我說不管不管你這麼好吃的東西 反正我等一下呢 這是工作嘛 所以跟大家分享好吃的東西 我還可以再偷偷吃一袋 這就是我們好吃的瑞瑞鮮乳 好吃都停不下來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我們師傅有幫我推薦 就是吃我們吐司有沒有什麼搭配 或是吃的方法 唐家的吃法 那基本上的話 像我們吐司來說的話 它有很多的大片 是 譬如說大片奶油 奶油 那你使用的奶油 基本上我們建議使用糖的奶油 發酵奶油 發酵奶油 所以想要塗在上面 也要發酵嗎 我是發酵藝人不行啊 OK 還有像這個 可以稍微刷一些蛋汁 摘一些蛋汁 然後進烤下去 搭配清爽的成果這樣子 是 也可以做成三明治 可是 其實這個鮮乳吐司它最厲害 就是它原本 最原始的風味 就已經很好吃了 我目前為止 還沒有試圖要沾任何的奶油 你都是單吃吧 對我是單吃直接吃白吐司 而且平常我會很覺得 一定要烤過喔 那才叫做完整的 好像一道菜 又是早餐的感覺 沒有我就是很單純的吃它 然後我就配一杯 可能熱場喝力啊 或什麼的 早餐就已經解決了 而且飽足感很夠 香氣很十足 然後一想到它的製程 這麼的辛苦 這麼的困難 但是我們還是很努力的把它做出來 你就會覺得好 那今天這一天的這個開始 就非常的美好 真的 而且現在是全台是北區限量 三星加水的那個天才有在上市 是的 所以希望這個新聞 能夠讓我在高雄的姑姑看到 讓大家知道 可以趕快上來台北玩囉 來台北才有機會 可以買到Premium的瑞瑞仙奶底絲喔 沒錯 那我們最後前 右邊沒一天要 好再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 哦最後沒看見 你看我來看一下 好 再用一小步 好再用一小步 哇 我覺得City的麵包看起來超可愛的 你們會費高手的感覺 好再次請大家 我們這個瑞瑞珍瑞粉絲 Premium呢 你將在12月29號 在這個 Diamond Leaven 北區30家 限量發售 所以呢 請問不要錯過 喜奧喜奧 你先來的朋友 消費久了 絕對不要錯過了 這個製作過程中 極致供應 絕對不加一滴水的 這個純鮮乳土 啊 請問不要錯過了 好看一下沒影片 我們 這個捕捉到想要的畫面了嗎 看一下正前方 好 it's so beautiful 好 右手邊 手邊看一下 哇